另外一个常用的叫ROC曲线 ROC曲线什么呢 是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 那基本上呢 一开始是用在二次世界大战 用来分析这个雷达的信号 那雷达的原理就是它这个怎么样呢 它这个打一个雷射波出去 一个电波 然后如果这个 这个打到这个飞机上面 然后飞机就会反射电波 然后雷达就会接收到 然后利用这个电波反射的这个特征 去预测呢 这个飞机是不是敌人或是自己的飞机 所以它可以增加呢 这个正确侦测到敌人飞机的这个几率 这个雷达的这个信号 所以这个呢 在电机器里面是一个 信号侦测理论 是一个一学期专门的课程 通南开的研究所 那这是一个 这个介绍的这个论文 然后呢 它也是看两个指标的这个取舍 这个或是看它的面积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叫增阳性 TP跟Fn 这个TP跟Fn Fn对比起在这个地方 所以是真正 真正是阳性的 这是真正阳性 这个不是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你这个1被增测到的比例 这个是增测到的 第二个是增阴性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是FP 或是称的特异性 那各位注意到呢 这个横轴呢 是假的正的比例 所以如果这个数字越小 代表说呢 这个特异性呢 就会越高 所以这个数字越小 那 这个特异性呢 就越好 那你当然希望你的这个真的 正的这个比例 或是敏感度越高 所以这边是越来越好 如果你是在这边 那就越来越不好 所以呢 如果呢 你的做出来这个模型 很接近这条线 这条斜线 就是你的这个TPR 会等于你的FPR 50% 所以你的这个TP跟FN 你的TP跟FN各半 或者是你的FP跟TN各半 哇 那就不妙了 代表说呢 你呢怎么办 你呢这个只有 50% 好像随机一样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就给它差一半 那这当然是一个不好的 这个 这个 模型 所以比较好的这个分类呢 是要在左上方 他left corner 这是一个好的 那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是这个Iris的资料 我们前面解释过 因为Iris这个资料算 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所以它的性能还不错 那你怎么去呼叫Python呢 这个就是ROC曲线 然后Y的测试跟Y的分数 然后他就给你得到这三个值 所以这个呢是Python的这个指令 那这边跟你讲呢 是这个查权 跟FPR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是简单的这个代数 一个低 另外一个就会高这样子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是好的情况 另外一种不好是取舍 就是说那如果你很接近这条线呢 很接近这条线 对不对 你的查权力高 但是你的这个错误率呢 FPR就高 那就不妙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做一些取舍 另外一个呢 这个常用的叫做 这个Area Under the Curve 曲线下的面积 这个值是0 最差最差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 这个完全随机呢 50% 那如果你完美呢 就是100% 那你可以看一下 FPR跟TPR 在我们这个Iris这个例子 99.55% 所以算是很好的这个数值 那另外一个应用呢 就是用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前面讲的那个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这个风险评估 它怎么去用这个来去做 这个算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在这本书的7-3节